香港、内地及澳门三地海关 上个月22日开始 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联合执法行动 打击三地跨境及转口去海外的务牌货物活动 行动中香港海关检获大约3万2千件 怀疑务牌货物 包括有衣物、手袋及鞋等等 估计大约值1,350万 今次是三地海关 今年第一次联合执法行动 加强检查跨境及转口去北美、欧洲、东南亚及日本等地货物 海关说有效压止跨境转运务牌货物活动 一个45岁男人在去年国家安全教育日 涉嫌在旺角以粗口骂警 在西九龙法院被裁定在公众地方扰乱秩序罪成 判囚一个月 被告胡家辉被控在去年4月15日 在西洋蔡南街及豉油街交界作出圈楼行为 意图激势他人破坏社会安宁 故意阻撓正当执行征务的警员 以及拒绝或故意忽略服从警务人员发出命令 裁判官正念词说被告当时不断提及七警案 朱经伟案等案件引起仇警情绪 裁定他在公众地方扰乱夺罪罪成 其余两项凶罪就不成立 家育局长杨润鸿说有确诊个案的学校是否要停货 交由卫生防护中心决定 是有一些个案发生 但是在学界来说 普遍的情况都不是很差的 尤其是在港大同学会 虽然到现在过去那几天 好像有三个个案出现 但是现在卫生防护中心经过一个专业的考虑 仍然觉得学校是可以维持面授课堂的 现在大家都看到似乎过去那个月都能够运作得良好 我们当然会看回整个整体的情况 要决定需不需要在某些情况之下 所以需要做一些调节 我们昨晚有94宗核酸检测阳性的个案 另外就是有96宗是快速检测阳性的个案 总共的阳性检测数字就是190宗 核酸检测内的94宗包括18宗是医管局的个案 9宗是卫生防护中心的检测阳性 还有67宗是私人发言所检测阳性 现在累积的阳性个案 第五波是1197,955宗 包括74万8685宗是核酸检测阳性 还有44万9270宗是快速检测阳性的个案 我们今天的个案里面有28宗是输入性个案 包括25宗是核酸检测阳性 还有3宗是快速检测阳性 警方国安署今个月中拘捕612人道支援基金所有信托人 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 同时发现有律师和大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时候涉嫌专业失当 律师会确认收到相关的投诉 而投诉人不止一个 强调按基定程序调查 重视律师的措手 在他的投诉成立之前 他也是无辜的 所以我觉得是真的不公平的 如果在这个阶段已经披露被投诉人的身份 又或者他的事务所在哪一间 在这个时候是不适当的 绝对有机会被投诉人去答辩 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尽量去搜集证据 会作出一些合适的询问 看看他的回应是怎样 所以在在这些 其实很难在这个阶段 就可以跟大家讲到需要多少时间 但我必须再强调 这是一个既定的法定程序 我们已经行之有效 律师会用了这一套机制很多年 我们也是非常公平去处理这件事的 律师会说收到投诉之后 会交由三人组成的独立小组 调查和审视投诉 如果性质严重 可以转交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委任 并组成的独立审材术 决定有没有违规 程序方面包括发信提醒 严重的话可以随牌 找到多两宗个案 在太古城的麦当劳 一宗个案是76岁的女士 住在观塘麗晶花院第六座 她曾经在同一天 13号的10点半到12点半左右 12点9左右去过那家麦当劳 坐在近麦凌厅的圆桌 她的家人也有两位 18号的时候快速检测阳盛 她自己17号就有些咳 19号的样本就是阳盛 她在19号那天 就因为那间大厦那里 要做强制的维封强检 所以就拿了个样本 她现在本人就在北区医院 北大药山医院 她曾经在传染期去过几个地方 这几个地方都是需要做强制检测的 包括在铜锣 土瓜环的一间叫马鹿的食市 她是5月16号11点多去的 另外就是17号就去过会展的 在湾仔湾景中心的大快活 那就是5月17号的早餐 就吃饭的 另外就是5月17号 都在宜祸街的麦当劳 就吃饭的 还有在5月19号 就在杜香茶居 在旺角的荷里活中心那里 就是吃早餐的 10点多 这四个地方都会 有强制检测的通告 详细的时间 那个时段 我们都会再核对清楚 然后公布的 另外还有多一位人士 就是男士67岁 他住在太古城六座的盆阳角 他也是这个强制检测找出来 他也是当日的11点到12点到 就去过那间麦当劳 都是坐在近门口的一个圆桌仔那里 他就在传染期 就没有去过其他的餐厅用线 他跟家人一起去 家人当然是一个紧密接触者 因为都有几宗个案找到 我们都担心会不会是和之前那位夫妇有传染在这里的情况 当然都有机会是刚刚找到 但是都已经有五中个案 除了那对夫妇 所以我们今天都落去那间麦当劳那里 就会做一个实地的调查 和拿些样本 通胀放缓 上个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按年升1.3% 较3月份低0.4个百分点 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 基本通胀率是1.6% 基本食品价格上升5.2% 医理外出用线和外卖升超过3% 移交通升近2% 政府说通胀率轻微下跌 受惠于新鲜蔬菜供应转趋稳定 基本食品价格升丰坏 但外出用线和外卖的价格 因应疫情减退升幅加快 能源相关项目价格也有显着的升幅 发言人说 很多主要经济体通胀高企 预期会为外卖价格继续带来压力 但本地成本压力大致轻微 通胀短期会维持温和 本港新增190宗新冠病毒个案 是第五波回落以来的新低 泰古城麦当劳多两个人确诊 大有BA.2.1、2.1的美国回香港夫妇 今个月13日曾到访过的泰古城麦当劳 多两个同时段堂食顾客确诊 也坐在近门口位置 其中67岁男人住在泰古城婆阳角 另一个76岁女人住在九龙湾 黎晶花园6座 上星期四经大厦遗风强检阳性 其两个家人早一日也快测阳性 当局说二三十个泰古城麦当劳的故客 近日曾经确诊而不用强检 其余百多人部分未有结果 而昨日确诊间女故客和两个男孩 病毒基因排序未完成 而学校情报多19个学生和两个教职员阳性 三间九龙区的小学一个星期内录到最少两宗个案 其中一间有一个老师和任教的两个不同班的学生先后确诊 而输入个案就有28宗